2018年花蓮地震前日本东京都区会议员 野骑孝南特地开了八小时的车 提供两百碗热腾腾拉面 给灾民和搜救人员 如今他有了新的身份 脸书秀出聘书被行政院长卓荣泰 任命为行政院政务顾问 特别感谢十年老友立委郭国文推荐 和总统赖清德也有深厚交情 二零一六年赖清德担任台南市长期间 野骑孝南获聘为台南市政府顾问 同时也是台湾移民政策委员会成员 更在台创办连锁拉面店 野先生其实在外交的部分 跟台湾的各个面向 都担任顾问的角色 而这个无止值的政务顾问 对他来说非常适合 一方面是有很大的压力 但是还是有非常高兴 旅台十七年从厨房走进政治圈 用不同专业持续深化台日友好关系 华市新闻旁边简红旗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